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善氏太子入海平第五时 这样过了好多天 公主一直白天外出傍晚才回来 善氏太子觉得很奇怪 就问他 你与我结为了夫妻 你却早上出去傍晚才回来 心并不在我这里啊 你有一心才会这样吧 公主因此发誓说道 我一心一意的尊敬侍奉夫君 没有丝毫的一心 不过这话属实 至诚不虚 就让你的一只眼睛完好如初 发完誓言后 太子的一只眼睛立即恢复如初了 之后 公主又问他 您的父母在哪个国家呢 太子告诉妻子 你听说过勒罗拔迷大王的名字吗 回答说 听说过呀 那是我父亲 大王的太子善氏 你听说过吗 回答说 听说过的 善氏太子就是我本人 公主吃惊地问道 你为什么会如此辛苦呢 太子于是给他说了事情的经过 公主听了深深的叹息 对太子说 恶事这样谋害你 从古到今都没有这样的道理呀 如果你捉住了他 要怎么样惩治他呢 太子回答道 恶事虽然加害于我 但我对他永远没有称恨心 公主又说 这事让人难以相信呢 他对你如此歹毒 你怎么会对他没有称恨呢 于是善氏太子就发誓说道 我对恶事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 不过我说的话 至诚不虚 让我另一只眼睛也恢复如初吧 赤眼刚落 两只眼睛都立即恢复明镜 跟原来一样了 公主见到丈夫双眼都已恢复明镜 完好如初 相貌端庄威严 从来不曾看到过 于是喜不自身 前去对他的父亲说 宝凯国王的太子善事 父王 您认得吗 国王答道 认得呀 公主立即说道 您现在想见他吗 国王问 太子现在在哪里呢 公主说 我的夫君就是善氏太子呀 国王觉得可笑 对他说 你这孩子怎么变得如此痴狂 神经错乱 失去理智呢 善氏太子入海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你看到一个瞎眼的乞丐 就认为是太子 公主又说 希望父王自己去看一看呢 国王马上前去查看 发现果真是善氏太子 不觉毛骨悚然 又惭愧又畏惧 拜倒在太子面前 向他忏悔说道 我的确没有认出是太子您啊 希望您原谅我的过错吧 于是 离师拔王 暗中将太子送回国界边上 又派人高声宣布道 宝凯大王的太子善事已从大海中归来了 最后 国王准备了盛大的仪式 整备车程巷马 亲自率领群臣前往迎接太子 迎回国之后 又举办宴会广妖宾客 极尽庄严地打扮了自己的女儿 这才宣布要将公主许配给太子 我们在行善过程中间呀 就要秉持善的观念 即使我们不小心被人伤害了 我们对伤害我们的人 也要秉持宽容 继续用善的观念来对待 否则呀 如果我们要报复对方 那么我们呀 就违背了善的观念 同样受对方影响 去找恶趣了 去伤害众生了 那么 这就违背了我们的本意了 所以呀 我们应该坚定信念 在行善的路上 不是一帆风送的 不是一路坦途啊 遇到困难的时候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呢 要观察分析 仔细地解决 认真地处理 巧妙地对待 争取呀 我们不伤害众生 众生呢 也不要来犯错 伤害我们 不结恶缘呢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化解 受到了对方的伤害 我们呢 也不能够想去报复呀 应该化解 应该想办法呀 解决它 将来我们感化它 影响它 让这些人呀 明白善恶的标准 也能走上断恶行善这条路 因为呀 善 它就是善啊 它带来善果呀 这是因果规律告诉我们的 所以 我们不能招恶 不能因为行善 最后呢 变成招恶去了 那么 我们呀 本心 本意 就不同了 和出发点 就违背了 所以 我们相信因果 坚持行善 中间呢 遇到了曲折 遇到了阻碍 遇到了呀 伤害 我们依然 要秉持着行善的观点 依然 要 认真的 对待对方 帮助对方 让对方呢 得到呀 谅解 得到宽容 得到善的对待 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善 一以贯之 从头到尾 秉持 善的观点 这样呢 我们将来 这些善行 善心 会得到善报的 被伤害了 那些 伤害的部分 将来呢 也会 得到善果 得到呢 善的报答 这个呀 是我们 应该明白的 应该坚持的 这时 那只大雁 也带着信 飞回了王宫 大王看到大雁后 急忙解下书信 打开观看 这才得到消息 知道善事太子 尚在人世 也知道了 他的所有悲惨遭遇 国王和夫人 悲喜交加 王宫内外的人 都悲伤 懊恼 气愤不已 大家捉住恶事 披家带锁的 把他幽禁在了 牢狱之中 国王又下令 告知离师拔王 太子历尽磨难 流落到了 你的国家之中 你为什么 默然而不来 告诉我 你收到国书后 马上准备 向马 护送太子归国 如果有所违背的话 我将亲自动身 前去你那里 使者立刻带着文书 迅速赶到了 离师拔王的国家 离师拔王 攻读了来信 这时 太子对离师拔王说 那位牧牛人 对我有恩 我现在很想念他 想见见他 请大王派人 将他召来吧 国王立即派人 召来了牧牛人 太子对国王说 我眼睛被刺瞎 全靠他 供给照顾我 不如同我的父母一般 阿王如果顾念我的话 请替我报答他吧 离师拔王听了之后 十分高兴 立刻赐给牧牛人 名贵的衣服 和向马车程 田园社宅 金银宝物 奴婢仆役等等 还把他所管理的牛 都送给了他 牧牛人喜出望外 终此一生 都生活得安乐富贵 离师拔王又立即让使者回去 向宝凯大王 禀告事情的经过 太子笼络在我国 臣实在是不知道 太子所受的委屈 心酸等种种经过呀 太子如今 双目已经复明 臣即刻就把小女 嫁给太子为妻 并马上准备盛大的仪式 亲自护送太子回国 然后立即下令 被其五百头白下 用金银装饰的极其绝妙 挑选了五百人来服侍太子 又下令挑选了五百名侍女 都相貌端正 才能巧妙 用种种宝物将侍女们打扮齐整 又准备了五百辆车 也用宝物装点的极其美妙 送给公主 彼师拔王亲自率领群臣 驾着百千车程 一起护送太子 祭月歌颂 前后围绕着 喜庆无量 上路回国了 那时 使者回到宝凯大王那里 大王批读完奏折 心情更加欢喜了 告令众小国王 都来会集 并立即准备巷马 率领群臣百官 夫人宫女 前后簇拥 亲自前去国界 迎接太子 这时 太子远远地看见父王 就下了车 徒步而行 以头面顶礼 问讯父母 国王和夫人也下了车 彼此拥抱在一起 父母 离别日久 思念阴阴 见到儿子真是又悲又喜 众小国王和臣民们看到此情此景 都感慨万千 难以言表 大家略略略谈一番后 就起价回国了 苦尽甘来啊 我们说 众瓜则瓜 众斗得斗 众善应得善国 众恶应得恶报 那么就是这样啊 他的原理在起作用 他的事项呢 是种种的欢喜 种种的呀 情事 种种的物资 悲心 焦急啊 所以啊 我们看到 这个良好的结果 看到 善的力量 接触了 我识了 我们 要相信 行善 是正确的 行善 是没有错误的 大家呀 要坚持 行善 这是 没有问题的 看到这些 好的结果 我们呀 要明白 一定呀 要 依佛教诲 永远 行善 多么大的困难 也要行善 绝不改变 我们的观点 信念 此时 百姓们都 敲钟 鸣鼓 在歌 在舞 欢喜 赞叹 前后 簇拥着 走向 王城 一行人来到了 城门外 太子问 父王 恶事 现在在哪里呢 国王回答说 像他这样的恶人 天地不容 我不愿意再见到他了 先前已经把他 幽禁在监狱中了 太子就对国王说 今天就把他放了吧 国王回答说 啊 罪业深重 还没有审问 怎么能就放出来呢 太子又说 如果不释放恶事的话 我就绝不入城 国王随即下令 释放了恶事 让他出来 恶事出狱后 来拜见太子 太子拥抱着他 安慰了一番 随后才入城 回到王宫 当时 父母 众孝国王 和臣民 男女老幼 见到太子对待冤家 就如同对待赤子一般 恶事 虽然刺瞎了太子的双眼 但太子对他 却没有丝毫的怨恨 反而比从前 更加敬爱 辞民他了 所有的人 对此 都赞叹称奇 天上人间 实在没有可相比的呀 太子回到宫里后 和恶事的手足之情 还像从前一样 亲密慈爱 他慢慢问起 如意中 现在所在何处 恶事回答说 回来的时候 把他埋藏在 道边的土里了 让他去取 却找不到 于是太子 和他一起去找 刚到了那里 就发现了宝珠 太子收起宝珠 与恶事一起 回到宫中 太子把五百颗宝珠 封给众小国王 让他们各取一颗 剩下的这颗 如意宝珠 他自己留着 太子手握如意珠 向他求愿说道 如果这真是如意珠 就让我父母所坐的地方 出现七宝座 顶上有七宝大花盖 华音刚落 就如愿而成 太子继续守之如意珠 求愿说道 让我父母宫内 和众小国王大臣的 所有库藏之中 以前所布施出去的财物 都重新充满 他随即摸住宝珠 一一指向四方 于是 所有的仓库 又全都充满了 太子又让大臣 传告众小国 上世太子 在七天之后 将齐寝如意珠 降下七宝雨 报告传出去后 各国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七天之后 太子用香水沐浴身体 竖起大床 把宝珠安置在床帆的顶上 把身着干净的新衣 手捧香炉 向四方行礼说道 如果这真是如意珠 就应当苦降一切所需之物 求愿完毕后 四方涌起云雾 立刻有风吹来 恶然吹走了 粪会和其余不尽之物 接着又下起雨 滋润了尘土 随后降下了百味饮食 种种美味 又一次降下五谷 衣服 最后降下七宝 虎天之下都堆满了 人民欢喜无量 看珍宝都如同看瓦礼一般了 接着太子又传告天下 你们已经得到了所需要的一切 养生之物再也不缺了 如果你们能感念我的这些恩德 就应当奢侈身口意 修持实善 于是 严服体内的一切众生都生感念太子无穷无尽的不失 听到他的号令后都约束激励自信 奉行实善 不犯重恶 命中以后都得以转生到了天界 佛陀告诉阿南 要知道 那时的善士太子就是现在的我呀 那时我的父亲勒罗巴尼 就是现在我的父亲靖范王 那时我的母亲就是现在我的母亲摩合摩爷 那时的离师拔王 就是现在的摩合家业 那时我的妻子就是现在的耶稣陀罗 那时的恶士 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多呀 那些蒙受我恩德的严服体人 就是我初得道时所度的八万天人和我的弟子 以及获得授记的这些人啊 阿南 我在当时被提婆达多所害 自然历尽了万般辛苦 但仍然以慈悲心怜爱他 何况现在我已经觉悟成佛 断尽了烦恶 自己思维妙法 有的争得了虚陀还国 自陀汉国 阿那汉国 阿罗汉国 有的种下了辟之佛的善根 有的发起了无上菩提之心 大众都恭敬鼎带 欢喜的 我们帮助众生 首先呀 用我们的服务 用我们的财物来帮助 使众生呀 受益 使众生呢 获得安慰 那么最关键的 是让众生明白 我们行善了 我们有福 有福报 那么用善来帮助大家 让大家呀 受益 让大家看到 我们行善呀 有种种的好处 最终呢 是让大家明白 行善的原理 让大家呢 都能够呀 奢侈 身口意 修持是善 这个呀 是根本了 如果 我们仅仅是帮助大家 满足衣食之需 而不能够呀 把行善的原理 团播给大众 让大众呢 自己明白这个道理 从此以后 自己呀 以 五介十善 以因果原理 为指导 转变自己的观念 走上行善之道 那么呢 对众生的利益 就是有限 只有 把原理 告诉大众了 大众明理 自己也走上行善的路 这才是呀 根本的 教授 根本的 救度大众 所以 我们学习这个故事 看到佛呀 过去是 经历了千辛万苦 受到了种种磨难 伤害 获得 获得种种的珍宝 来满足大众 这个呀 是帮助大众的开端 帮助大众的呀 最直接的方法 因为大众呢 只有看到物质 物质 他才能够呀 相信 才能够呢 愿意接受 所以 我们学习佛法 同样呀 要掌握世间法 种种规律 种种能力 把行善的理念 把佛法的理念 用世间法 图结地表现出来 利益大众 大众呢 在世间法上 感受到好处了 再进一步呢 才能够呀 看到 这个好处 背后的原理 背后的方法 慢慢的 才能够接受 慢慢的 自己也走上 修行之路 走上行善的道路 走上解脱之道 这个呀 是佛 菩萨 祖师 利益众生的呀 普遍规律 所以 我们 学习了 咸于因缘经 要坚持功课 坚持学习 坚持 行善实践 从日常生活中 从小事上 慢慢的提高自己 慢慢的磨练自己 逐渐的 逐渐的掌握 行善的规律 原理 逐渐的掌握 帮助众生的方式 方法 慢慢的呀 让大家 中国呀 种种 学佛的方法 手段 受益了 进一步的呢 来了解 佛法的 原理 坚持 佛法的 修持 慢慢的呀 把佛法 变成自己的 指导 变成自己呀 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 那部分 慢慢的把佛法 和生活 工作 融合起来 内在呢 以佛法为指导 以因果原理 五介石善 为规则 外在呢 我们 在家庭中 在工作中 慢慢的 转变 心念 转变 方式 方法 慢慢的呀 走上 行善的道路 走上 解脱的道路 自如的 生活在 时间 走在 解脱的道路上 用一辈子的时间呀 熏陶自己 改变自己 积累 善根福德 因缘 成就 善男子 善女人 灵命中时 我们呀 意识清醒 懂得念佛 就能够 蒙 阿弥陀佛 接应 往生 希望这个世界 获得 究竟 解脱 这个呀 就是 咸语 因缘经 我要给我们 解释的道理 音乐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